兽丰休闲农业区举办的农业创新与服务课程17号上午举行 讲师表示在后疫情时代旅游形态改变 为农村经济带来巨大商机 为了让农业经济和智慧载具运用 拓展业务和游客之间的行销模式 希望在课程当中可以和学员来分享改变农村经济现况 在一起情节 台湾游客无法存活的情况之下 农委会所推出的农友券 让许多旅行社将游客带入乡村体验不一样的游城 也因此颠覆了游客农村旅游的概念 兽丰休闲农业区17号上午在兽丰生态馆举办 休闲农业的创新与服务课程 讲师表示改变农村的行销模式 是目前农村最需要进行的智慧科技行销技术 以前早期例如说以行销为例 我们早期都是农民都很辛苦 都是V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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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现在已经开始走向O2O 虚拟行销跟实境行销 透过网路管道 所以之前的话 大家抖疫情的时候 在家也是拼命的购买 第四台产品 或是一些网路上的行销 那我们休闲 尤其休闲工业也慢慢会走向这个 包括油层 包括我们的产品 也是会走向这一类型的 包括刚刚提到的一些 那个AR VR啦 甚至MR啦 这一类东西 虚拟实境虚拟 还有混合虚拟 都紧跟着出现 那那个消费的模式 消费的支付的模式 也会跟着变 说风休闲农业区协会 理事长陈威良说 改变农村行销策略模式 是目前当务之急 也希望借由课程的举办 来改变农场主队 网路行销的概念 我们这几年休闲农业期 不断的在创新 像我们今年 我们推出了抓龙虾的体验 深受各界的好评 而且我们目前来讲 游染车已经超过100辆了 接单继续在接 表示我们休息推出来的活动 不但有台湾裔的研模 蒙拉减少口 这个已经很受到消费者的喜欢 那我们这一次推出了 那个龙虾体验 也深受好评 那我们计划在明年的时候 我们会推出 整套的食荣教育 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农村经济因祸得福 如何在南海经济中 借由目前最流行的 APP行销模式创造农村经济 改善农村与游客的接触面 希望透过行销课程 灌输每一位农场主 在智慧科技上的认识 而打开农村经济的另一扇门 接着林杰 售风箱采访报导 巴给 march同哨 我帮您学的认识 请 rainbo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